再要一个吧 如果能再要一个就再要一个吧 54岁的依能静还想生三胎 没想到老公秦浩直接无视了他 秦浩此举不是因为不爱他 恰恰相反是因为太爱了 两人结婚时依能静已经45岁了 超过35岁就是高龄产妇了 虽然依能静与前夫于成庆有一个儿子 但他还想为秦浩生一个孩子 为此他斩短各大医院 咨询了无数专家 但得到的回复全都一样 他不能怀孕 我看了三四个医生 包括国外最权威的医生 都用同样的方式跟我说 几率太低 低到是零点几的时候 我是大哭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有可能有一天会有生育困难上的可能 但的确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一个高龄的状态 依能静无数次痛哭 但他不想放弃 他跑到北京找医生 一次次打针吃药 等待去乱 再等待 比起跑医院折腾身体 更折磨他的是心理压力 这些情号都看在眼里 他心疼老婆 于是劝他算了 就是他陪我看很多医生 然后看我扎针很痛的时候 他有跟我讲说算了 老婆别试了 算了 就如果老天让我遇见你 是要让我没有下一代 我就接受了 他真的跟我讲过不要了 因为要跟我过一辈子的是你 作为丈夫能说出这样的话 必定是爱得很深 依能静在放弃边缘挣扎 干脆放下工作 专心修养身体 幸运的是 就在这个期间 他怀孕了 47岁的依能静 终于为情号 生下女儿小米莉 生产后因为伤口感染 用药不够精准 又在病床上躲躺了三个月 女人生孩子 本就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对于高龄的依能静来说 更是如此 没想到没过两年 依能静竟然还想再生一胎 如果依能静再生 先不说能不能怀上 坏上了又要重新经历一次怀孕的痛苦 而且这次年龄已经超过50岁 非常冒险 就是因为这样 秦号直接无视了 依能静生三胎的要求 被拒绝后 依能静又特地跟婆婆征求意见 结果婆婆的态度也是出乎意料 她说 你肚子上被切了两刀 伤口都烂成什么样了 你还想再生 如此严肃的语气像是在责骂 但其中却是对依能静满满的疼惜 那么问题来了 老公婆婆都不逼着她生二胎 已经拥有一儿一女的依能静 为什么非要生三胎 如果我真的不会有孩子 你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依能静为什么非要生三胎 依能静在嫁给秦号之前 与于成庆有过一段婚姻 于成庆的家族在台湾称得上是名门望族 几代人中不少都是政界商界内 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样的家庭自然看中门当户对 对于依能静这个没有身份背景的小演员 家里人很难接受 两人相恋十几年 连一次公开签手都没有 我们拍拖十几年 我们没有试过 我们没有试过拖手在街上走过一次 我觉得因为他会觉得会出到更多麻烦 直到依能静被诊断出子宫内长了肿瘤 医生对于成庆说 如果肿瘤是恶性的 就要切除子宫 不能再生小孩 幸运的是 手术顺利完成 肿瘤是良性的 依能静的子宫保住了 两人立马在美国领了证 虽然连一场正式婚礼都没有 婚后 婆婆还是不喜欢她 背地里管她叫小歌女 即使是后来给于成庆生下了儿子 地位也没有提高多少 这样的婚姻最终走向了结束 2009年 依能静和于成庆离了婚 此后5年 依能静都没再谈过恋爱 直到她遇到了秦浩 秦浩从小就喜欢依能静 她直接给母亲打电话 说自己要娶依能静 父母得之后 第一反应并不是嫌弃对方年纪大 而是希望秦浩能考虑清楚 以依能静的年纪已经耽误不起了 想娶她就一定不能辜负她 不久后 秦浩带着依能静去见父母 依能静内心忐忑 害怕未来的婆婆嫌弃她 没想到婆婆非常喜欢依能静 这样的家庭氛围 让依能静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2015年时 两人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依能静也在47岁时 生下了女儿小米莉 公公婆婆都很开心 把她当作亲女儿宠 依能静因此有了 想再为秦浩生个儿子的想法 她问了秦浩好几次 秦浩都表示拒绝 认为她年纪太大 再生小孩会很危险 有个女儿就已经很好了 依能静不甘心 还特地跑到婆婆面前 征求意见 没想到婆婆也不同意 在一档节目中 钟立体和依能静 聊到了孩子的问题 钟立体问婆婆 如果自己不能生孩子会怎样 如果我真的不会有孩子 你会怎么样 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想 我不可能不想要个孩子 所以我说 如果我没有孩子 你没有孩子 我会非常的遗憾 我会心里不痛快 或许在大多数老人的传统观念里 有孩子才是完整的家 才不会有遗憾 但依能静的婆婆 却不肯让她再冒险 在这个家庭里 依能静获得了满满的爱 这或许就是她坚持要生三胎的原因 依能静和婆婆关系能有多好 妈 你很伟大的 你是一个最棒的妈妈 真的 2015年 依能静答应嫁给秦浩 可就在婚礼前 婆婆的腿意外受伤了 只能一拳一拐地走路 为了不在儿子婚礼上留下遗憾 她冒着瘫痪的风险 坚持要做手术 确实是为他们婚礼做的手术 那时候腿吧就干脆不行了 那时候是每天 每个星期都得抽水 我就想 你说小浩他妈 婚礼都迫在眉睫了 我不愿意到 到那个时候 我一拳一拐就过去 幸运的是 手术顺利完成了 不过恢复的时候 让她疼痛难忍 但只要一想到 自己不用做轮椅 参加儿子的婚礼 能看着依能静 一步步进入他们的家庭 就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 后来依能静 直到了婆婆 为他们去做了手术 心里又生气又心疼 那只腿虽然做了手术 但等于就是废了 基本上那只腿是没用 当初如果 知道她做这个手术 会遭这么大罪的话 我们真的宁可不犯婚礼 亲妈妈非常体贴易能静 能遇到这样的婆婆 她感到很幸运 一直把婆婆 当做亲妈一样孝敬 节目中 婆婆被要求 给儿子儿媳妇做一顿饭 不会做饭的婆婆 最终选择了一道 简单的西红柿炒蛋 她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美德里 女的必须会做饭 易能静抱着她 温柔的安慰 真妈你这辈子对孩子 你教了一个这么好的孩子 这就是你最大的美德 这话说的确实实实修实 婆婆在逛街时 看中了一件衣服 很喜欢但又觉得有些贵 你想多少钱 合适觉得 你觉得多少钱 200块钱 200块钱 易能静就趁她换衣服的时候 偷偷给老板转账 可此时意外却发生了 到账 268 婆婆并没有生气 还说起了玩笑 孩子给现金队了 最后开心地牵着媳妇的手 回家了 秦浩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经常被一能静 吐槽不会说好话 这时候婆婆就会展开教育 告诉自己的儿子 嘴巴要甜一点 你媳妇多挂着你啊 行现在你到这儿来尝一尝 赞美赞美 我赞美东西还赞美什么呀 你告诉我 我妈刚才一路上跟我说 一会赞美你媳妇 赞美你媳妇 我说赞美什么呀 你不用管什么 我可以批词 婆婆说从易能静 嫁入家中之后 就一直把她当做亲女儿 从她结婚那天开始 我们就把她当姑娘 姑娘什么样 她也确实拿我们 当自己的爸妈妈 婆对媳妇视如己出 媳妇对婆婆关爱有加 想必这就是最好的婆媳关系吧 易能静和请妈妈 显然都做到了